文化資產的保存工作 一般大概大家都會想到 就是把它留下來 很多事情是留下來之後 才真正開始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個文化資產的一些 不管是知識、理念 透過遊戲的過程中 可以讓小朋友們或是家長們 能夠認識到文化資產 知識搶達的這種方式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文資小學堂這樣子的一個構思 就是你先選擇一個題組 譬如說文資小學堂 然後開始答題 答對就可以攻佔領地 然後就會獲得積分 積分越高就排名越前面 它的那個每個題組 會有一個網頁 然後你可以先進去學習完 然後再出來答題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 如果說這個文資教育 是從生活開始 那這些素材的來源 就是必須要經過 轉移成一種所謂 生活中可以接觸到 可以看到 或是可以閱讀到的東西 讓小朋友能夠接近的知識 所以我們就 在第二年就跟Akemo 這邊來進行合作 後來我們有跟學習爸做合作 有一種比較淺顯易懂 小朋友比較能夠接受的圖形 或是以文字 或者陳述的一個方式 來認識文化資產 那這部分其實 在後來也對於我們文字小學堂的 這個題目的設計 提供了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我們台南市也有 全國第一座的一個 文字建材銀行 那我們也收了很多舊建材 能夠有一個空間 能夠有一個團隊去管理 然後讓這些材料 能夠回到這個空間裡面 被整理 整理完之後 再被重新被需要 有這樣的循環的概念出來之後 就因而設立了 現在的台南文字建材銀行 用文字建材銀行裡頭的東西 來把它轉化成一個比較有意義 具有一些意涵的一個獎盃 或是紀念品 讓獲獎的小朋友拿到這個東西 他除了知道說 我過去曾經參加文字處的一個 文字小學堂的建材有獲獎之外 這個東西的源頭是來自於建材銀行 它的產出過程其實是有一段故事的 對它而言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記憶 在周文字小學堂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們建議說 其實我裡面有非常多的材料可以用 那我們挑選的材料並不是說 直接使用建築可以使用的材料 其實我們提供的是C的材料 那每一棟建築物其實當它已經消耗殆盡的時候 其實多少都會有留下一些可以用的材料 收進了的材料其實有分了各種不同的等級 就像是急診室一樣 A大概就是回來之後立刻就可以用上了 B的話就是需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C的話就是我們剛才談到的 它已經喪失原本功能 但是我們剛才講說 可能有部分的材料需要一些些東西去替換 我們就會把剛才所謂的C拿過來放在B的身上 它就會又形成是A的狀態 那C的材料經過裁切修整之後 就尺寸上或規格上來說 就非常適合文字小學堂的物件來用 包括像它在整個獎杯上使用的木材 然後甚至是上面的金屬片 這些東西都是平常建築上比較少用的 然後但是可以用到它們上面 我們就開始不停的去跟它們談 然後嘗試 然後後來就達成了這件事情 補體長出來之後各自收回來的材料 我們會再按照各自材料的大小 然後它是屬於哪一種材料 還有它的尺寸樣態給它一個編碼 那這樣子兩個的編碼都起來之後就形成 這個材料自己本身的有點像是身分證一樣 希望每一個材料它能夠帶著它的故事 重新到一個新的地方 再繼續把它的故事堆疊一直加進去 這才是我們最想做的事情 建材延行裡面我們會先從大的材料 建築的材料先開始 好比說這支材料先給建築使用 然後我們就切 切剩下可能會有一些頭啊尾段啊 或是邊邊小小一些比較爆料 那我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學校 我是不是可以提供給社區 我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文化局 然後去做使用 既然我都已經把別人引建工地的廢棄物 當成是一個可用的材料的時候 那我自己產出的這些材料的剩餘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做到所謂零廢棄 唐草它的設計的過程當中 設計完之後提供說它材料大概會需要哪一些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建材銀行的團隊就進來說 那我有哪些材料可以提供給你們用 老實說在做這個案子之前 我還不知道建材銀行是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銀行就是只是放錢的地方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去實地參觀了建材銀行 台南來講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木材 木材我們一定會立刻就接收 再來是專網 再去分析說這些材料裡面有哪些東西是我們可以應用的 因為我們在進3D的設計前 我們會有一個一段草土發展的過程 那個過程就是把這些材料攤開 然後我們一個個去看說它有怎樣可以變成獎盃的可能性 文化資產的一個知識的一個電競比賽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意義 它的獎盃如果不是一個傳統的那種塑膠鍍金的獎盃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更有趣一點 因為它是小學堂的獎盃 所以我們都是針對就是小朋友可能在學習會用到的物件去做設計 所以那時候一個提案是鉛筆 然後一個提案是書本 會對書本比較有興趣因為它可以開合 那感覺獎盃好像跟小朋友會有一個互動的連結 木料一開始建材銀行那邊給我們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材出它的大小 那我們拿到之後我們會請那個製作公司那邊幫我做試驗 那一開始前期要先做試作 第一個我們要先試它的材料的特性 然後再來是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它會有一些紋路 那它可能是直紋或者是會有更複雜的紋路 那我們到底要取哪一個角度來製作 木材拿到的時候除了剛剛那個試作之外 它還要裁形狀 裁完形狀之後它會做一些拋光 磨完之後會再去上這些資料 UV印刷打印上去 之後才會上一個保護器 外面會有一塊銅板 那這個銅板的話就是我們會把我們整個小學堂的所有的文字都雷射雕刻在這上面 當銅板拿到的時候 因為它是舊的材料 所以它的狀態其實沒有到那麼好 它其實有點黑黑舊舊的 那需要做的就是一個是清洗 然後再來是因為它本身 銅板本身會有些凹圖 所以就要打平 因為需要把它敲平 然後之後再去做一些簡單的岩模 然後進雷射雕刻 因為我們那時候覺得整個都是傳統木料的話看起來會有點舊 我們想說那有沒有可能加一些新的壓克力材料進來 然後我們那時候選的是偏銀光色的壓克力 就是希望讓它加進來的時候可以 一來是顏色可以很漂亮 然後再來看起來會很年輕 建材銀行它其實也收集滿多建材上面的玻璃 如果直接把玻璃放在這上面 可能怕會有破掉或壞掉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採用的就是直接把那個老玻璃的那個紋路 直接把它萃取出來 最後組裝的時候會需要一個比較細節的地方 是因為它會有一個開盒 所以在這個開盒的時候 合起來跟打開 它要有辦法可以打開的時候是順的 合起來的時候是平的 那等於是它裡面的磚的這些磚的孔洞 就要很講究很細緻 想像他們應該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會這樣一直觀賞那個獎盃 那感覺會達到我們的目的 就是讓他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看一下說 這些建材它的樣貌或是它的紋理 所以其實每一個獎盃它會有 它上面材料的所謂的來源地 會有獎盃本身自己的故事在 它用的材料用的金屬片也好 它會有它各自來源的地方 它就分別的代表著另外一段文化資產的故事 我覺得很開心 沒想到參加一個電競比賽 竟然會得到獎盃 我覺得它很特別 因為它是用古蹟剩餘的建材來製作的 可能全世界就只有這三個 就是讓這一些文化資產 我們呼應當代生活 能夠跟未來的生活做一些結果 ため地坦肯譚 作曲 聯黨